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試過這樣兩個坐在這裏拍片 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在Youtube那裏很多情侶 或者是網上平台 很多情侶都是很甜蜜,很開心 好像圖畫一樣 很不真實,看著他們全部都好像沒有破綻圖畫 但在觀眾的角度,在看影片的角度 就會覺得為何只有自己這麼不肯和他吵架 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叫做 人家的男朋友永遠都是最好的 不是你啊,是人家那些 我上網見人家的男朋友 又準備這個,又送那個 然後人家M到的時候又煮紅棗水 又買朱古力,你做過什麼? 你走開,你見不見到啊? 哇,他還蠻敷衍的啊 然後之後呢,女孩子 冤枉一次半次,我覺得無所謂 但我四年半以來都是這樣度過的 所以很多時候 集合一次過,就會一下子爆了進去 不是啦,明明都不是我錯,又要我哄 到我發脾氣的時候,又是我錯 是你現在這件事錯? 不是啦,我發脾氣都是我錯的 所以這件事是,我都是想不到為什麼 但無端白說,我是不會發脾氣的 那我也是 那為什麼我會發脾氣呢? 其實又不是說沒有原因的 因為呢,我們兩個拍拖 都拍了四年半 之後,其實我們的生活是 超級無敵的 這位先生是完全不會想 星期六日或者下班之後呢 會跟我去做什麼的 如果我不想呢,就像今天一個星期日一樣 我們是睡覺睡到四點 是沒有做過任何事情的 除了下街買了外賣之外 是睡到四點鐘 然後才拍這條影片 我不是想像出奇蛋一樣 一次過滿足你很多的願望 但是每次看到他呢 都是沒有準備啦 完全沒有想過要做什麼 但是我們這幾個月呢 其實關係有緩和到的 我們是有喊少了膠的 那一個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我們一起轉了電信箱 然後就加入了自由料 哈哈哈哈哈哈 這隻不是 不是這隻嗎? 女仔每個月 總之有幾天心情有犯錯 特別是敏鎮的 你們不要亂想 我不是說什麼 我是說每個月的完美 因為那些數據不夠用的時候 是真的 很忐忑的 如果電話計劃 整個月只有5GB 是不會夠用的 但是你經常自戀者的影片 會不會你不支持我女朋友 不看我的影片呢?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 都是用自由料的關係 每個月的完美 他有剩數據 就會送給我 所以呢 我也是有點感到的 那我們現在展示給大家看 怎樣可以轉數據 你會看到 譬如我現在這裡 剩下0.8GB 他這裡就有2.5GB 只要他按那個數據傳送 他進了這個畫面之後 一拉 那我再拉 你看 我就有1.8GB 除了情侶檔互傳之外 你只要有一大個朋友圈 都是用自由料 然後每個人月結的時候 用正傳給我 那我當我月結的時候 又將它傳給另一個人 那這個Data pool 就會越來越大 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激素 大家share來用 真的不會在家 他們不會 因為你在月結的時候 傳給你一個人 那你一個人未月結 不是每個人都是同一個月結的 然後你將它傳給別人 再傳出去的話 那這個Pool是會無限大的 如果現在星期五 我們想不到做什麼 就可以用到自由料App 去搶Birdy Friday 好像上個星期五 我們是搶到雞蛋仔 然後搶完之後 就可以立即出去換來吃 那就不用 好像我們以前那樣 想不到做什麼 整個星期沒有工作 然後我又生氣了 然後就一直罵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不錯的節目 又不用錢 大家都可以去玩 早前我IG上發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有一天我跟媽媽特意去深圳打卡 拍照 那天我用自由料的一個15元中國數據計劃 其實買數據是很簡單的 我那天是按這個 Add Travel Data 按鈕 然後在找中國 你就會看到是15元 然後你確定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 用什麼方式去付錢 我記得我那天是用信用卡的 之後是超方便 你又不用換卡 然後又不需要翻牆 就可以上到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 YouTube 超順暢的 那我這件事 是我自己真的幾喜歡 而且覺得都幾划 15元一天 我們兩個其實都轉了用自由料一排 你覺得有什麼是好的 那我覺得這個app 看到自己用了多少數據 透明度很清晰 還有可以知道自己用了多少數據 要留回來傳給你 那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沒有合約說死是很好的事 因為我們早前去問過 其他的公司 因為我想轉電話 那些計劃這麼便宜 他要我入34個月 所以那時候我是有迷惑的 反而這個自由料 他什麼時候join 什麼時候走 什麼時候轉 全部都自己說 不需要綁死 就是一個很好的優點 所以其實我身邊真的很多朋友 是用自由料的 大家可能覺得這些事情 很不關兩個人的關係 那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以前我們兩個 有不同的電訊箱 我們是沒有電訊箱這個話題的 但是呢 我們一起去 join 一個新的電訊箱的時候 那很多東西 我們都是由台學識 還有特別是自由料 這裡有很多很多東西玩的 那所以我們兩個 都有一些新的話題 那當然啦 我覺得在男生和女生來說 一個新鮮感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你不可以一成不變 真的像你這樣呢 什麼都不做呢 那好像我有做很多東西過 就是我會送小禮物給你 然後我會賣東西給你 然後我會去你那裡接你下班 不是我 你也有 洗碗啦 洗碗啦 不是洗碗 還有洗碗 還有洗廁所 還有換水 好了好了好了 這段影片很長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更加多關於我們兩個的事情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他 我們真的會拍一集 說一下我們兩個的感情世界 這四年半是怎樣捱過去的 對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條新片的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 十二點 好了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